10年10月1號 詞曲 王鶴 小貝爾 王鶴 詞曲 王鶴 一個人在台北念書 媽媽送他到學校來 陪了他幾天讓他習慣一下環境之後 媽媽要離開了 對一個做母親來講 這樣一個孩子 你要離開他那個心情的東西 一定是很多的牽掛 很多的擔心 那牙刷跟牙膏在這裡 我買了很多 應該夠用 來 沒關係 就看著他你就會去 就很容易去想像 如果我們是他 一個人被丟在台北 然後眼睛什麼都看不見 那個恐慌 就想到這個東西 其實就我心裡還蠻有情緒的 只是眼睛看不見而已 幹嘛要放棄 葉姐她就是 散發一種非常獨立堅強的女性特質 其實跟裕翔的媽媽一樣 因為要照顧一個看不見的孩子 畢竟不是這麼的容易 相比較起來 我會認為 我們其實比他脆弱很多 可能是因為他演他自己的故事吧 所以對他來講容易很多 然後他表現得也很自然 沒有任何一點點 面對鏡頭的時候 那種一般人常常會有的 害怕或者是不習慣 那個東西在他身上都看不見 最愛吃一個土肉 燒粉 這個孩子 對我來講 他比我們想像中的盲人 更有自信 或是更樂觀 我覺得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來自他的家庭 所以我會想像中的盲人 也有一個女性 我只要在衛星期間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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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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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